8月2日星巴克与阿里巴巴达成战略合作,从下月开始星巴克终于要在中国推出外卖业务了,但这次合作最大的意义不是星巴克要做外卖,因为这次合作涉及到阿里旗下巴了吗? 赫马先生,淘宝,支付宝,天猫,可悲等多个借务线,还将会员数据开放给阿里,这意味着星巴克将全面拥抱阿里巴巴的新零售的战略,而就在不到两年前星巴克才和达成战略合作,但为什么如今星巴克又从腾讯阵营转投阿里怀抱呢? 雷锋王,AT两大巨头对星巴克的争夺背后,其实是阿里新零售和腾讯智慧零售的角力,在这场三角恋里,一小程序和支付,为依托的腾讯智慧零售,最终没能赢得星巴克的芳心,于腾讯的蜜月期,2016年12月8日,腾讯与星巴克中国宣布达成战略合作, 星巴克中国近2500家门店介入支付,这是全国只有三家星巴克支持支付宝,11个月后,星巴克才全面接待了支付宝,可以说,在与星巴克的合作上,腾讯抢占了心机,但请了个大早,赶了个晚级,腾讯与星巴克的合作主要通过完成,2017年2月, 星巴克和联手推出,线上社交礼品卡用新说,可通过小程序赠送心理奖,新豪友喝咖啡,方面也给了能给到的资源,在推广期间还让出了钱包九宫格位置,结果用新说上线,七周又送出超过120万张星理奖, 并有超过一半在星巴克门店兑换使用,通过线上流量给星巴克线下门店导流,效果非常明显,可这对于星巴克来说是不够的,2017年开始星巴克的危机越来越明显, 是星巴克自兼容危机以来,通电销售额表现最差的一年,根据星巴克上个月发布的第三季度财报,中国市场的通电门店销售额则下降,2%,成为全球表现最差的市场,面对瑞幸,连咖啡等网红咖啡品牌的崛起, 星巴克主打第三空间商业模式也不再那么奏效了,瑞幸咖啡,2018年底,将门店数量,扩大到2000家,端传媒,星巴克也早就意识了这点,才有了核的战略可做,希望打通线上和线下, 这正是现在众多零售商,纷纷拥抱的新零售战略,在腾讯这里则叫做智慧零售,越活超过10亿的是个不小的诱惑, 不仅是个超级流量入口,几乎不改全中国网民的用户对星巴克未来,在三四线城市拓展也很有帮助, 可现实并没有那么美好,九宫阁的入口,不可能一直开放给星巴克, 星巴克也不愿意将会员数据开放给,因此也没有把会员体系移植到,于是双方的合作只停留在了线上,和线下基本割裂, 对星巴克并没有多少帮助,开始和阿里买卖,星巴克跟腾讯分手, 携手阿里,一定有什么是阿里能给而腾讯不能给的东西,至少在星巴克看来是这样,到底是什么? 先看看这次星巴克和阿里的合作方式,外卖服务,星巴克将依托厄拉姆的配送体系, 从九月开始,在北京和上海重点商圈约150家门店将进行外卖试点, 计划今年内覆盖30个主要城市的2000多家门店, 入住河马先生,星巴克造进住河马先生,并联合打造外送厨房,算是星巴克外卖服务的一个拓展, 最快将于今年九月落户上海和杭州部分河马门店, 打通会员系统,阿里巴巴和星巴克将推出星巴克线上新零售智慧门店, 将与星巴克星想俱乐部会员系统打通, 消费者可以在淘宝、天蒙、支付宝、饿了吗、河马、口碑等阿里系APP中购买星巴克, 星巴克终于将自己的会员数据采放着老合作伙伴, 而且这是一本为期,三年的战略合作协议, 这一位星巴克希望通过融入阿里巴巴的心灵兽生态来改造自己, 来扭转国内门店低迷的趋势, 星巴克与阿里巴巴在新零售上的合作, 其实去年就出见端倪, 去年12月海外首家咖啡烘焙工房集中全体建管在上海开业, 这也是星巴克全球最大的门店, 其中就有不少阿里巴巴的身影, 比如通过阿里巴巴人工智能实验室合作的AR技术, 消费者可以在烘焙房内通过AR技术探索星巴克, 从一颗咖啡生斗到一杯香醇咖啡的故事, 也可换起隐藏的在线菜单查询功能, 并通过AR技术直观了解咖啡巴胎, 重组器具等, 据阿里A.I.Labs负责人前选介绍, 与星巴克这次合作是AR室内大型物体识别技术, 在全球第一次大规模的商业应用, 当天阿里举办的甜猫超级品牌日还专门推出, 推出征选咖啡豆月度订购服务, 马云亲自来为星巴克站台, 除此之外, 上的推出过的用心说, 小程序也被复制到支付宝上, 同样是融合线上和线下的战略合作, 但阿里巴巴比腾讯走得更远, 不仅打通了线上数据, 还进一步深入到门店的改造上, 星巴克为什么选择阿里? 虽然星巴克选择的是阿里, 其实这些合作腾讯也能提供, 比如腾讯系的美团, 其实也争取过星巴克的外卖业务, 而且美团的市场份额要比饿了们还要大, 在餐饮门店的指挥改造上, 肯德基在肯贝基, 在小程序上限了远程四处点餐功能, 麦当劳泽直接在小程序内建立了从点餐, 用参调积分的全套会员服务体系, 这正是当初星巴克不愿意带上座的, 而且在阿里巴巴提出新零售战略后, 腾讯也喊出了智慧零售战略, 还在三月份智慧零售战略可作部, 在这个直接对话的战场上双方的投入力度其实都不少, 而两者的战略目标也是殊途同归, 根据阿里研究院发布的新零售报告, 新零售是将把货, 厂人的生产模式转化为, 人货厂, 也就是由B2C变为C2B, 而重构人、货、厂、竞的阵地则是天猫平台, 腾讯智慧零售的两大目标, 首先是帮商家做到新数字化运营, 其次是帮消费者达到新的消费体验, 实现线上线下一体化, 数可视, 由此可见, 无论是阿里的新零售, 还是腾讯的智慧零售, 本质上都是帮助传统零售商, 进行线上和线下的融合, 也就是负能, 而是彼此而在于怎么负能, 就像马化腾说的, 腾许要做至中心化的负能者, 只提供技术和流量支持, 此机一般不参与运营, 而阿里走的是中心化路线, 将不同的平台收割齐下, 牢牢掌握整个生态的命运, 虽然马化腾认为跟阿里合作, 无法把握自身命运, 但淘宝, 天猫, 支付宝, 饿了吗? 喝吗? 口碑等数据, 相互打通的阿里新零售生态依然很有竞争力, 这可能也是星巴克最终选择阿里的原因, 虽然腾讯同样拥有庞大的流量, 但这些流量在腾讯内部并没有流通, 此前有一篇文章指出, 腾讯的客户数据, 分散, 在各个部门, 成为部门的私有财产, 至今没有内部打通, 也没有一个畅通的分享的机制, 腾讯小江加勒夫打造成智慧零售样本, 也就是说, 即使腾讯同时将支付, 小程序, 社交广告, 腾讯视频等多个平台的资源向星巴克倾斜, 但想要根据用户行为数据来精准投放广告可能都做不到, 因为朋友圈广告的分发算把团队合适分开的, 相反阿里从2015年实施中台战略以来, 阿里系内部所有的数据得以统一整合, 不仅撑起了两千一级交易额双十一, 618购物节, 也让众多商家得益, 阿里的心灵数量本和马先生就是其中的代表, 星巴克这次与阿里巴巴合作的一个重点, 就是入住和马先生, 也是对这种模式的一个认可, 和马先生一大特点用线下流量为线上倒流, 将到点的客流转化为线上使用及时外送服务的用户, 进而实现整个消费体验和流程的重构, 和马先生的心灵数模式, 也不断在阿里旗下的口碑、 恶乐摩等平台推广, 前段时间口碑就宣布要以和马先生为榜样, 帮助一百万餐点商家完成智慧餐厅的改造, 而星巴克在中国第一次退出外卖服务, 其中一个很大的挑战, 就是现有的供应链, 能不能支持新增的大量外卖订单, 此前厄勒摩CEO王磊曾表示, 阿里会协助星巴克对咖啡的供应链、 生产制造、配送、 营销等多个流程进行改造, 厄勒摩CEO王磊, 相比几程式, 阿里对线下餐饮门店, 改造的涉足更深, 这可能更符合一直主打线下第三空间的星巴克的战略, 编辙住, 星巴克的第三空间, 指的是独立于家庭和工作之外的空间, 而腾讯和阿里争相拉拢星巴克, 都是希望将这个连锁咖啡之头, 打造成为自己的新零售智慧零售的新样版, 不过星巴克拥抱阿里新零售的效果究竟如何, 只能在九月份外卖业务陆续上线才能揭晓了, 毕竟就连供应链十分成熟的麦当劳, 也会因为一次的促销活动导致供不应求, 星巴克和饿了么会做得更好吗?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别忘了按赞哦!